就是那時候我其實有發現 欸他幹嘛跪下來彈 就是講到阿波要什麼 就是我們其實也是受益良多啦 他其實也是一個推動這張專輯非常大的一個助力對不對 因為他推動了你成為製作人是嗎 有時候我也會有一種就是 我就跟他們講說我覺得很像一條蛇 然後就是似笑非笑這樣的感覺 分蛇吧你不會笑 是因為我就覺得真的太漂亮了 我就想要拍一張照留念 然後那時候我就把我手套脫掉 然後就哇三秒鐘 超冷然後趕快拍一張就收起來這樣 然後你刻目是songwriter 然後樂器是吉他這樣 然後我都把吉他唱起來 我不會彈啊其實 真的攻頂之後就是 我就是看到一生中沒看過很漂亮的景色 這個就一切值得阿 然後走到那時候我就覺得阿 好啦OK 哈哈哈哈 好幾個月 好幾個月 我帶你去看 你來看 我看你很久了 你來看我看你 我看你看你一下 你喝水 你很久了 你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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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一个眼光 只属于我那样 无需假装 樊梨上游 想拥有从容不过的脸孔 当海潮汹涌 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寸摸 我能否看清事情的经过 请听事务所 请听你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季瑞 今天呢 我们首先先听到了一首非常舒服的歌 它叫做《水可以去任何地方》 那我们也要欢迎环环 大家好 我们是环环 欢迎环环 今天能跟环环来对谈实在太开心了 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两位是 我是环环的主唱Coco 我是吉他手包子 包子 是 欢迎你们 我觉得今天一开始听到这首歌 也是我认识环环的一首歌曲 而且透过这首歌曲 我觉得相信应该很多人认识环环也是这首歌 因为算是专辑的同名歌曲 哦 对 专辑 专辑 怎么了 是 其实最近你们参加了精英奖啊 对 要不要来分享一下 Coco你来讲一下 你参加精英奖的感想 嗯 其实蛮开心的啦 就虽然我们没有得奖 然后 就是这一次是第一次入围 其实就是我们 就是整团的 整团的人也都非常开心 然后去高雄 因为这一次是刚好移到高雄举办 所以我们就是也有一种出游的感觉啦 嗯 是 顺便去玩 顺便去玩 有去哪里玩吗 去高雄哪里玩 就是在柏二那附近绕一绕 对 有吃什么 觉得很惊艳的美食吗 在旅馆旁边有一家牛肉面还不错 结果其实发现都很近 港园 对 港园牛肉面还不错 牛肉面 哇 原来 今天呢 环环不仅推荐你他们的歌曲 也推荐你他们热爱的美食 对我们其实蛮爱吃的 蛮爱吃的吗 是 我相信大家都是啦 听众朋友一定也是 而且这首歌曲呢 其实最近也得了两个大奖 MV上面 嗯 对 我觉得这首歌的MV 大家一定要去看 我们现在讲 听众朋友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呢在这里一定要告诉大家 去YouTube搜寻 缓缓 所以可以去任何地方 去看看这首歌的MV 它的灯光真的超美的 嗯 这首 嗯 这支MV就是最近有得到两个 就是国际的奖啦 就是 嗯 我看一下喔 一个是 伦敦国际 我可以帮你说啦 其实 好 那你帮我讲 我会卡 伦敦国际音乐录影带大奖 耶 最佳剧情MV 哈哈哈哈 还有罗马音乐录影带奖 最佳摄影奖 嗯嗯嗯 对 非常厉害 对 就是其实这支我们也都非常喜欢 因为它的就是不管是画面的运镜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整个 嗯 故事流 串下来的这个感觉 我们就是觉得非常有 嗯 也有意思啦 是 你要不要来说一下剧情内容是怎么样的呈现 其实每个人看的剧情都会长得不太一样耶 就是 就是但是导演他就是也 也不想透露他心中的剧情 但是反正我觉得大意来说就是 两个人被困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嗯 对 然后 他们隔天可能就要分开了 嗯 大概是这个故事 所以你在你心目中是这样的故事 对 在我心目中是这样的故事 其实你不知道导演心中是怎么样的故事 对 不知道确切 对 然后还有人看完就是跟我们说很像两个很像丧尸 很像世界末日的故事 哦 哦 丧尸 对对对对对 想说是不知道是什么恐怖片 可能因为最开始有那个卡车上的那个场景 对 刚才逃亡 对对对对 那包子看完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 因为我很习惯看那种没有明确意思的东西 哦 抽象派啊 就是因为我大概看了一下 然后因为我也认识是导演 嗯 然后我大概了解他可能就是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东西 嗯 所以我没有刻意去想说他可能会有什么故事 嗯 但我觉得就是有一种 嗯 就像他刚刚讲的就是两个人的相遇 然后再分开的感觉 对 然后跟 跟 这个歌的氛围我觉得蛮合的 嗯 蛮合的 我自己看完的时候觉得 这两个人好像逃离了世界到了他们自己的空间里 嗯嗯嗯 然后 而且其实有点像闯空门的感觉 哈哈 我那时候开始想说这是闯空门吗 哈哈 还打开冰箱开始喝饮料 是的 是的 是想当这也是他家 对 但其实配合这首歌的铺陈 然后听着Coco的声音 你会觉得这个画面呈现是特别有韵味的 嗯 那我们回归到其实近期啊有很多的表演啊 应该也都被延荡了对不对 疫情的关系 嗯 对我们其实 取消取消不少啦 嗯 对 是所以疫情之下的缓缓都在做些什么呢 嗯 其实就是其实是 关紧闭的那三个月啊 对 对 对 我们好像其实也没有在干嘛 哈哈哈哈哈哈 宅在家里 还是开始准备要去高雄吃牛肉面了 没有不能不能出去 那时候也还不知道有入围 嗯 所以 对对对对 那段时间应该 比较像各自在进修吧 嗯 反正做 对你那时候在练 你在练你的那个 因为我去找老师上课 抖音 就是去 啊 帮我只练抖音啊 认真 不是那个抖音 每个人的反应都这样 就是 啊 因为我 什么抖音让你解释一下 没有就是我那时候就 也没有表演工作 嗯 然后制作工作也几乎没有 所以我就想说 呃 除了疫情的关系 我之所以会 没有什么工作 应该也是 我还不够强 所以我就 去找我 很欣赏的吉他手去 请他去给他上课这样 嗯 然后就 讲到一些 我觉得我在 我刚好弹缓缓的时候也是一样 因为缓缓的歌 呃 大部分都是属于 我要弹奏的东西就是 比较重感情的表现 嗯 就是不需要有很 花俏的技巧 是 所以我觉得我在我的手的 控制表情的方面 可能需要加强 哦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趁疫情那段时间 去找了老师上课 是 去做这件事情 好认真哦 到了现在这样子 到了现在就是 疫情 趋缓了 然后工作 就慢慢回来了 就很忙 所以就先听 哈哈哈 哈哈哈 欸那都快 都快疫情了 就进修一下 就跟老师讲说 欸老师不好意思我真的 没没时间 对不起 不好意思太忙了 对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回归到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 叫做 所以可以去任何地方 也是缓缓去年发行的专辑啊 那我们先来让Coco 解释一下这首歌的故事好了 嗯 好 其实这首歌我觉得 它比较像是很长时间的一个沉点啦 嗯 然后 嗯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 我是以我自己的观点出发 然后去 就是 可能消化说在生活上 遇到的一些 嗯 挫折啊 或者是 嗯 困难 嗯 嗯 对然后就是 我就是在想说要怎么 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这种 这种东西 就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 嗯 然后那那就是 呃我自己是觉得 呃我很喜欢水这个物质 我就想要拿它来做一个比喻 是 对因为水它是一个非常 呃透明 它是具有流动性的 对 一个很柔顺的物质嘛 但是当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 它又非常的具有力量 嗯 就是我很我很喜欢这种 韧性的一个代表 嗯 那所以我就是也 一方面就是期许自己说可以 像 水一样 就是 呃 可以具有这种 呃 这种柔软 要有这种韧性 对刚柔并 并济的这种 这种 韧性的感觉 是 嗯 对就是 可以去面对生活中的 每一件事情 对 其实你们专辑的封面啊 是一个大水滴 嗯嗯 可是这个大水滴 其实看起来很有附着性 哦 很 很立体 好很立体 哈哈哈 其实这个封面 我们那个时候的设计师 一开始提案的时候 我们还有点 就是 觉得会不会太素了 就是想说 哦 好像太白了 怎么可以只有一个水滴呢 就是会想说 可能会不会被 就是太 太 太 太没有 没有那种很 花俏的感觉 没有冲击性 对没有冲击性 然后可能会被大家忽略 嗯 但其实后来做出来 我觉得 其实很满意啦 因为 就是其实你在浏览 不管是 就是刚好 浏览很多花俏的封面 就 就看到一个素的 就好像 欸这是什么 对对对 就反而被凸显出来 所以 对 设计师说的对 我们要尊重专业 尊重专业那样子 他们可以让你在所有的繁花寺景里 找到你们唯一一个单纯的那一朵花 嗯 哇 哇 哇 满起来 回归到刚刚Coco说的啦 其实你说水可以去任何地方 我觉得这句话 其实就在我们的这首歌 完美的呈现当中 就是我们其实都像一个水一样 就不管你是小水滴大水滴 还是你就是一个大海 其实我们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嗯 那其实这张专辑有很多迷惘融合在里面 但是在前期作业当中 你是有很大的突破 就是你自己找了制作人 哪两位让你说说看好了 嗯 就是一开始我们其实是 嗯 请了那个椅子乐团的制作人 就是荣毅 嗯 好荣毅 对 然后 嗯 在制作过程中就是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开 先开始做两首歌 就是 I Better Be On Time 还有梦露这两首 嗯 对 然后 但因为后来就是 刚好遇到疫情 对 然后因为椅子乐团 他们有一些表演是必须 就是在中国 嗯 巡回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他们有要做一个 比较大的 表演 然后就是有一些事情都被卡在 中国那边回不来 啊 没有办法继续 兼任这个制作人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容易耶 就是很不好意思跟我说就是他可能 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 因为是疫情的关系啊 是 对对对对 所以他整个人就被卡在中国 就是我那边 傻眼就想说 哦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们 我的制作人居然回不来了 对就是真的 有点没办法 对对 然后所以就 就变成 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有想说 还是就是在找另外一位 是 前辈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想想说可以考虑那个 嗯 也是有做前提的制作人就是神简单 是 对就是Easy神 然后那 那其实在跟Easy 对对谈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很鼓励我们就是自己制作看看这样 嗯 然后他所以他后来在我们专辑里面担任的角色是配唱制作 嗯 嗯 对就是对然后 嗯 他比较像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就是他是说如果有问题问他这样 然后后来他就是专注在我们的Vocal的配唱 是 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受益良多 他其实也是一个推动这样专辑非常大的一个助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推动了你成为制作人是吗 哈哈哈哈 诶 这个嗯 对我觉得第一次做 我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没自信啊 嗯 就是会觉得说好像自己做会不知道会变什么样子 嗯 对就是会因为自己第一次录然后又有很多细节我们不晓得 对对然后但是就是在Easy的这个极力的鼓励之下 我们就是觉得好吧那不然就试试看这样 会担心啦因为第一次尝试对不对 对对对对 是对 然后最后呈现出了这张专辑 嗯 包子现在听到这段过程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你那时候如果身为旁观者这样看着他们的成长 我呃我觉得应该是应该是说 其实蛮多至少可能台湾的像缓缓这样的独立乐团 嗯嗯 蛮多状况会是得自己当制作人 嗯 因为有很多原因可能是时间或者是预算上的考量 不得不自己做 对那 呃 以乐手或是主唱自己来做制作人的话 然后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你会没办法 所谓的旁观者清 哦 这样有一些细节你会怕注意不到 是 但是其实反过来说我觉得那时候Coco在讲这件事的时候 他有讲 我没有记错的话 Easy我跟他说就是 因为这是缓缓的第一张完整的专辑 对 所以应该会是一个很值得记念的作品 那 如果可以自己制作的话 那就可以记录到 现在这个完全都是自己的东西的时期 嗯 所以我 我不会觉得 担心什么的 而且再加上 我觉得Coco 跟 阿伯還有一帧 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音乐的想像 跟他们的个性很符合 就如果假设今天他们是一个很 很充很龐克的人 可是要做像 职张专权音乐的话 可能就会觉得 好像 也许有一个制作人来辅助一下会比较好 对 但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给我的感觉 就是这个痛掉 是 所以我觉得 也不是不好的事情 嗯 对 而且其实 Easy也是在旁边看着嘛 对 所以也是有发挥他很大的功用 也有辅助 缓缓 对 那缓缓自己也有学到 很多 制作上的细节 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事情 嗯 是 我们刚刚介绍完 《谁可以去任何地方》这首歌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梦露》这首歌曲 它的节奏很特别啊 哦 是吗 是 有一点不是那么正统的巴沙诺巴 对 是 让你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好 这首歌 其实很久以前就写了 就是这首歌是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 然后其中的一个作业 嗯 其实就是这样 但是 那个时候写的时候 最满意的其实是副歌的 两个Vocal的线这样 是 对然后那时候我自己做 我自己做一些节奏组都是用电脑做 所以那个时候节奏组就是比较粗糙 嗯 但后来就是 嗯 在 要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就是我有回去翻一些我的 就旧的东西 嗯 然后就有翻到这首歌 然后就觉得 哦 其实它的旋律是很不错 嗯 所以我就是有 就是后来有决定说 要把这首歌再拿出来 再拿出来一次 改良 是 然后后来就是 有跟益贞跟博豪 然后讨论这首歌 对另外两位团员 对对对对 就是 然后益贞跟 嗯 就是益贞在鼓的编制上面有帮助很多啦 嗯 对然后 阿伯的贝斯再加进去之后就是 他的那个巴萨的味道就整个在 在浓缩了出来这样 没错 然后而且这首歌比较值得提的是 就是我们有尝试很多不同的 percussion的乐器进去 嗯 就是以往都没有吃过的 所以比如说像是 Kongga 嗯 康家鼓对吗 对 康家鼓 确认一下这样 对益贞也是第一次打 是 然后他还特地去YouTube上面学 说这怎么打 哇 对YouTube 对YouTube 然后还有加一些Kabasa 就是一些那个 欸这怎么 就是用转的 然后他是一个接奏乐器就是会发出个 喔 你这样讲大家一定很有感觉耶 嗯 这样听众用听的觉得喔 就是这个声音 对一键一键是一个很爱玩些乐器的人 对对对 and ese 刚好是一个非常爱尝鲜的朋友 对 Er 他其實也很樂於嘗試這樣 然後還有加三角鐵 然後就融合了這首歌 呈現出來了 那你一開始想到 這首歌的畫面是怎麼樣的呢 這首歌的畫面 好 其實這個我可以分享 好 讓你先講 因為我第一次聽到夢露這首歌的時候 就是我自己就是看 聽完然後我也看 子欣讀了歌詞 然後我發現我解讀的畫面 你跟Coco的畫面 完全不一樣嗎 那你先講你的 好 那包子先講 好 就會覺得我這個應該比較灰暗 好 就是 這首歌很輕快耶 你灰暗的畫面 這首歌當初在釋出的時候 的視覺是一個 一個倒過來的腳 倒過來的腳 就是像一個人 他好像沉在水裡面 然後下半身浮出水面 但是是倒過來的 對 然後我又看了歌詞 就是有 就是轉過身 然後離開水平面 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我就越聽越 覺得 好憂鬱 好憂鬱 就覺得 因為你覺得人家倒在海裡 覺得這些 這些 這些 輕快的節奏等等的 是不是其實是 一個 那個 你是不是覺得 那個王子嗎 你覺得這個人有危險的呢 對 然後 然後我就 我就想說 幹 夢露是誰啊 哈哈哈 然後我就 我就 我就 跟Coco問說 欸 你 是 夢露這首歌 是在講 你某一位過去的朋友 想不開嗎 哈哈哈 然後 是不是 覺得這樣一個 解脫的感覺 我很喜歡啦 可是 哈哈哈哈 就好奇是這個 意思 是 Coco還記得這段嗎 有有有 然後 就想 欸 完全不是哦 哈哈哈 沒有啦 人家很輕快耶 哈哈哈 沒有 因為我 就是 我很容易會覺得 輕快 然後 他的這個 主要的 這個吉他旋律 其實 是有一種 就是 好像 欲望的感覺嗎 開心 搶顏歡笑 搶顏歡笑 對 欸 你這個使用的很好 好細緻哦 對對對 然後 所以我每次在彈奏歌的時候 我也會有一種就是 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覺得很像一 一條蛇 然後就是 是 似笑非笑 這樣的感覺 似笑 哈哈哈 但是蛇本 你不會笑 蛇哪會笑 哈哈哈 在看 看 心目中的畫面呢 哦 我心目中的畫面就是 一個白色的沙灘 白色沙灘 對 粉紅色的天空 嗯 然後 有糖衣 旁邊有飲料 對 哇 很Chill 其實是度假了 他那時候就是 孟露是在講一個 呃 自己最安心 最自在的地方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包子 理解到的 有某部分是 我覺得是對的 就是可能 嗯 呃 就我覺得那個精神就是 他就是 別人都不要來打擾我 然後就是我只有 在自己這個地方 我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 快樂的這種感覺 是 所以包子其實有聽到心裡去啦 哈哈哈哈哈 對 只是好像太多drama 哈哈哈哈哈 太多小劇場 對 老捕天王啊 是 再次在下 那其實回歸要緩緩 你們創作到現在 其實也有幾年了 對 累積了這張專輯一些作品 你們要不要來說說看 成團的契機是什麼呢 成團的契機哦 就是我寫了一些歌 然後我就覺得 想要有一個樂團把這些歌做完 是 然後所以就開始找團員這樣 你在哪裡找的 呃 那時候在一個叫做PTT的平台 哈哈哈 現在也有PTT啦 哈哈哈 因為 他怕 可能很多學生沒聽過了 我怕現在年輕人不知道什麼是PTT 是 對對對 就是那時候類似現在的D卡 嗯 對 然後就是在上面有一個叫做樂手版的地方 然後就有去爭這樣 然後就找到了團員們 呃 其實 呃 那個時候是先找到鼓手 是 然後後來才加入黃伯豪 嗯 就是貝斯手 阿伯 是 然後一開始我們是以三人的方式在 在 在寫歌 對 對 所以後來其實第一張EP的東西比較是那個時候的作品 是是是 對 然後 呃 後來 後來 呃 大概隔了一年還是半 半年到一年吧 然後就加入了我們第一位吉他手 嗯 就是小麥 嗯 沒錯 對然後後來我們就是有把 嗯 就是第一張作品兩首歌錄下來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做的東西是很後搖的 嗯 對 對就是比較後搖的形式 因為我那時候很喜歡後搖 是 然後後搖的形式加去寫歌的那種感覺 是 對 那時候的曲風其實跟後來感覺不太一樣耶 對啊 是 我們現在其實聽到了比較以前的作品 但其實也沒有到很以前 對 這個大概是中間 是 中間的 這個時候是彭奕貞已經加進來了 是 對 因為我們中間其實有更換 更換團員的那個過程 對 對 所以這個時候是 奕貞剛加入 是 然後 我那個時候剛從美國回來 啊 進修回來了 對 然後 然後印象蠻深刻的是就是我們那時候一回來 然後就 約練團 然後 第一首歌就是 GEM這一首 啊 然後就是好像 也沒有特別解釋什麼 可是就大家一出來就是這樣就覺得 欸還不錯 嗯哼 對 然後就呈現出來了 對對 所以緩緩這個名字是你取的嗎 欸對是我取 你想到的 對 是 為什麼想叫緩緩 欸因為我就是一個動作很慢 喔 是因為這樣 然後 因為我從小就被我媽媽 動作很慢 太慢了 嗯 就是 你這樣會輸人家啊 這樣不行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其實好像 沒關係 好像做一個緩緩樂團啊 對對 然後就是想說 反正我就是照我的步調走嘛 是 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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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藍嗎 哈哈哈 對然後剛好我們的歌也都蠻慢的啦 嗯 就是 就是算是 節奏啦 對對對 不是一個搶快的團 我們現在聽到這首歌叫做Charlie 那其實 那其實我們跟剛剛前面聽到的歌曲 曲風聽起來有點不太一樣 對 雖然算是中間的作品 但其實緩緩在這個過程當中也不斷在改變呢 要不要來介紹一下這首歌 這首歌 呃 它是瞪邪搖滾的成 呃 的元素比較多 嗯 那因為我剛剛提到我們第一個吉他手小麥嘛 他很喜歡就是類似這種瞪邪音樂 像是比如說My Bloody Valentine還有Slow Dive 這兩團都是他最愛這樣 是 所以那時候他就是很擅長用這種一片式的大音量的吉他噪音 啊 然後來來來構築他的樂句 哈哈哈 是 然後就一起來創作這樣子的音樂 對對對 沒錯 是 那其實剛剛有提到說你有去美國研讀這段過程啊 嗯 那時候是怎麼樣的契機去到美國 那時候就覺得自己好像太爛了 哈哈哈 然後剛好就是那陣子剛好有有老師或者是同學都跟我講到就是美國的一個學校叫做Berkeley 是 然後又很剛好他們有來台灣招考 然後我想說啊那就不然就去試試看 就是 你真的非去不可了 哈哈哈 這麼剛好 就是真的是比較對啦就是緣分 然後後來他們就來然後我也去考 然後就也蠻順利的考上然後想說 太厲害了 我這連五仙譜都不會看的人真的可以嗎 哈哈哈 就是這種感覺 是 對 因為那時候你會不會很緊張要去的之前 要去的之前反而覺得還蠻期待的耶 嗯 對啊就是就是覺得啊終於可以離開台北不是啊哈哈哈 你擺也不是台北人算是台北人一樣 是啦是啦 是 所以美國有顛覆你的想像嗎還是符合你的期待 其實大部分都還蠻符合的耶我覺得 就是好像除了真的感覺到美國人蠻浪費的之外 哈哈哈浪費怎麼說 就比如說去菜市場買東西 去超市買東西他們的塑膠袋要用三層 哦 哦 這是保護嗎 其實塑膠袋這個東西 嗯 好像不是只有美國 真的哦 像你如果去日本的超商買東西 你可能只是買一個 你說那個很薄的然後他就給你操 你如果只是買一個礦泉水 他也是會問你要不要塑膠袋 啊如果你都 是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聽不懂嘛 啊啊 哈哈哈 他就已經裝好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沒有辦法給你思考要不要 要起層次 台灣人是真的特別環保啊我覺得 是 應該說台灣的這個意識好像 比較前面一點點 蠻蓬勃的 然後比如說什麼去買個便當啊 都會給你那個保利龍 哈哈哈哈 哦 就是在台灣已經很少看到保利龍 對啊 他們就狂用這樣 嗯 所以這一年的去美國進修這段過程 對Coco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你覺得 哎我覺得我的 就是在聆聽的習慣上面其實有被受到改變 嗯 品味上面有被受到影響 是 品味有受到影響 包子覺得有嗎 你自己看從前的緩緩跟現在的緩緩 因為我我其實是剛好在這張就Charlie這首歌 他們做完之後我開始固定跟環環合作 嗯 所以其實我接觸到的Coco已經是 進化完 回來的Coco了 是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為了他們專長的需求 我有再去聽更之前就是他出國前的作品 嗯 那我我覺得應該是他會比較 因為我記得他是去念songwriting 嗯 嗯 所以我覺得他回來之後寫的歌的故事 跟畫面感會比較具體 哦 就是他在去之前寫的東西 但我個人也很喜歡啦 就是很就很好聽 但是就是東西會比較 繁瑣一點點 嗯 就是覺得 呃篇幅比較長 嗯 然後 聲音 音量或者是整個篇幅很磅礡沒有錯 但是好像要講什麼 你沒辦法很明確的 段落比較多 對然後你沒辦法很明確的catch到他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對 可能就是東一點西一點這樣 但是到查理跟indie pop就是這張單曲的時候我覺得東西都很明確 是就更完整了一點 對然後很直接 對我覺得蠻直接的 也很精準一些這樣子 嗯嗯嗯 是我覺得剛剛聽coco分享留學故事還蠻有趣的 你自己印象中最深刻的留學故事是什麼呢 我思考一下 哈哈哈 聽蠻多的 我覺得有 好像就是也會有一種文化衝擊啊 就是 就是去那邊念音樂學校的人是 真的都很厲害 是 就我在那邊只是 小指頭的一片指甲 你那時候是主修哪個樂器呢 喔是吉他 真的是吉他 對然後我都不敢說我是吉他手 我都說喔我寫歌的 哈哈哈 可是你不是主修songwriting嗎 他有分樂器跟科目 喔然後你科目是songwriting 對對對 然後樂器是吉他這樣 對 然後我都把吉他唱起來 喔不會彈啊其實 哈哈哈 你說寫歌工具就好了 對對對 然後印象蠻深刻的是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會有一堂課是叫做 ensemble就是比較是 就是跟大家一起jam 或是play的這種感覺 是現場嗎 現場創作 不是現場創作 他他會有一些標準曲目 但是有的時候老師也會說 你可以即興看看 喔 所以就是融合 就是有點像爵士啊 就是爵士的標準曲 是 那標準曲你需要即興 嗯這樣 對 然後就是那時候有看到一些 同學是真的就 喔超強 哈哈哈 我我我我我我可以在這個房間裡嗎 不好意思我躲錯 哈哈哈哈哈哈 這種感覺 對對對 那比如說貝斯手就突然 就 還彈大波貝就彈超屌這樣 哇 希望這段話沒有讓各位想去 布克里的同學們卻不 對 那不會還是有哪些美好的部分呢 你自己覺得 你自己覺得那邊最美好的地方 美好的部分就是很專心學習吧 耶 就是其實你不用想別的事 你就是 好 起來你就去上課 啊 然後回來就寫作業彈琴 嗯 就我覺得那個很單純 就開心上學去的感覺 對對對對對 就是也不會說缺課啊 因為欸一堂課超貴 哈哈哈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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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先來聽聽看以前的這張作品 Charlie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來聊聊其他創作 火光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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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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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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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